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了一个股份变更 那里面一直有一个人叫冠军的 这冠军的说 爆料的人把他吵得比较热闹了 但是他所触及 就是海航所触及的 在这一风波中 跟万达跟复兴和这个乌晓辉 基本待遇被遭受的待遇类似 他更像万达 因为万达底资产换回90多亿美金 那海航也底资产换回 他要换 他贷款了大概240亿美金 那他们整个的操守做法 肩甲结构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吴小辉的做法 基本都是类似的 在这种出境类似的背景之下 万达自己已经讲了 要把21号讲了 要把买卖放在国内 这应该说 应该说这个王健林相当配合了 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比较出人意表的就是海航 那这个是海航在24号发布通告说 这个股权变动 其中主要谈到的一个大股东 就是冠军 说冠军呢 他大概占了29%的股份 说冠军呢 把股份全都捐了 捐给一家慈善机构 而这个慈善机构是在纽约的 而他的背景 其实跟海航本身的背景有关 那这种变动的做法 让人们都觉得很奇怪 所有人都觉得奇怪 纽约时报啊 包括英国的金融时报 都刊登消息 是 大家确实觉得很奇怪 说到底什么意思 因为你这种变动股权的概念 就是回避现在国内的做法 有点回避国内的做法 就是针对习近平王岐山 针对金融体系的这种 巨大整肃的做法中 玩了命的 唯一的这种拼命的做法中 让人感觉有点对立 法国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法国的回声报 那法国给他翻译了 孙政才落马 是习近平对党内议题 敲响的警钟 是这么回事 是有这个作用 但最终的目的 是不是这个是 那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 他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 敲响警钟的概念 法国回声报 驻北京记者提到 孙政才倒台 十九大前 习近平紧锣密鼓 在重要机关 安插自己的人马 这一行动 随着孙政才的下马 突然加强了节奏 孙政才下台的原因 严重违反党纪 这是薄熙来以来 中共政台倒台的最重量级的官员 其实不是 那最薄熙来以来 倒台最重要的 曾庆 这个这个 周永康 那 徐才厚 郭伯雄 那其实他们的官位 都是类似的 周永康 应该是更厉害了 那只不过你会说 他们俩 他们仨退休了 他们仨退休了 但是在原来 中共党的体系中 就是他的权力 肩架结构的体系中 是一样的 权力肩架结构的体系中 也就 我说的意思就是 十八大的政治局 政治局和常委 都是延续而来的 是江泽民体系中 延续而来的 所以你从这点上说 谈不上是最重要的 重量级的官员 但他又是 因为他是限职的 中共反贪腐中 最高级的官员 他也是习近平主政 砍下来的最高级的官员 你可以这么说 因为他是现任 那徐才厚 郭伯雄跟这个周永康 是已经退休了 薄熙来下马时 孙政才被认为是 党内迅速升起的新秀 今天孙政才下马 取代他的是陈敏尔 更主要的陈敏尔是 习近平的亲信 打击贪腐之下 在全国展开了 清洗议体的运动 给所有反对习近平的权贵 敲响警钟 我觉得不是敲响警钟 根本不是敲响警钟 因为今天被砍杀的不是一个两个 孙政才只不过是他的级别 那意思就是在整个 我跟大家原来讲过 在过去习近平的年代中 这五年的年代中 他没有国策 他没有国策 他只有在党内的大清洗 因为很清楚 他没有权利 他谈什么国策 他拿出任何政策 都会被别人玩死 好 他拿出任何政策 都会被别人玩死 2014年香港闹到这份上 习近平不说话 2017年 7月1号 他到了香港 6月28号到了香港之后 他立刻讲了一大堆 非常缜密的 严谨的阐述他的看法 一国两制的看法 前面他是哑巴 没看着 然后他讲说 在讲话说 我一直很在意 很关心香港的状况 他关心 他不能说 道理是一样咯 因为他的做法是要反对 江泽民 曾庆红 在邓小平死后 20年来建立起来的 完整的中共党的权力体系 这里面包括人马 包括方针 包括政策 包括机构 所有都在其中 所有都在其中 所以这是 但是有一点拿下孙政才呢 对现在18大之中的 整个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 这是绝对的震慑作用 来稳定他19大之前 这段时间里 他要做的事情 所以不是警钟 是直接了当的 卡脑泪 从4月6号7号 习近平见面 川普 而中美关系出现了 很大规模的改变 那里面建了四个平台 其中有一个是经济 但有关经济问题呢 曾经有个说法 给习近平100天 大家要100天 那100天之后 没有看到太多的动静 关键就是汪洋 在100天的时候来到了美国 但明显大家没谈拢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这么说 美中贸易进入了更棘手的阶段 这是罗斯讲的话 罗斯是美国的商业部长 在星期二出席 华盛顿经济俱乐部午宴时提到 中美的贸易问题 进入了棘手的状况 四月份敲定了美中百日计划 此后美国牛肉在被近14年后 重返中国市场 在生物科技和金融方面 也有了进一步合作 我们看到了这一部分成分 但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 更加困难的阶段 因为我们需要解决一些更棘手的 更深层次的问题 这需要这个过程 他这里谈到的 涉及到的主要是钢铁 中国廉价的钢铁工业和钢铁进口 造成了美国钢铁业的衰落 工人失去了工作 大概是这么说法 那这个讲法就很特别 这个讲法给我的感觉就是 那百日计划并不是没有达成 那百日计划本身呢 他也进入了一个过程中 那金融方面 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 会给一些国外公司 发金融牌照 保险呢 可能这些 不知道银行会不会进入中国 完整的进入中国 那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确实兑现了 所以罗斯的讲话 是为了进一步的 在这个基础上 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 你反过来看习近平干嘛了 从四月份开始到今天我们看到的 习近平竭尽全力 确保金融安全 所以放宽了美国的条件 减少跟美国之间的摩擦 他完全着手于 着手于在中国境内对他最威胁最大的 和最具有决定性 所以他要的是时间 要的是时间 要的是环境 而不是真正跟美国之间的 贸易上的往来 没到那时候 他只有在结束 把国内的整个状况 结束之后 才能谈到 真正跟中美之间的 正常的贸易往来 BBC的报道 中资海外并购明星 为何遭遇红色警报 文章采访了香港大学的学者米高 他谈到这几家风口浪尖上的 中资企业海外投资行为的共同点 都是通过大举借贷 支持他海外并购 那带来过度扩张 最终难以偿还贷款的风险 就这么回事 这几家公司共同的特点 以自己融资的方式 抵押的方式 从银行带来了钱 从中国国有银行带来钱 而这个钱来到海外并购 拿海外并购之后 再用海外并购的财产 再次贷款 对吧 再次从国内银行贷款 所以你看到的 在国内有大批大笔的资金 进入到社会 可是这个钱呢 都进入到商业银行 而商业银行却被这 大批的钱财却被这种 这种操守做法 把现金抽走了 抽到海外去了 恶性循环 而在这其中 这些公司的股股东 利用这个办法 把银行的钱变成自己的钱 那抽空了中国境内 社会层面 他正常实体经济 所需要的流动资金 那整个国家变成空的了 所以这是习近平 王岐山真正面对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